近日,一艘新型弹座斯顿型导弹驱逐舰,在横边市日本联合造船公司横边市业所工厂举行御名议事。 这艘被命名为摩耶号的导弹驱逐舰,是爱当级驱逐舰的升级版,实际代号27DDD,是摩耶级双舰的首舰,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第七艘舟斯顿型导弹驱逐舰。 摩耶级驱逐舰,日本代号27DDD,平成27年造进计划,是日本在爱当级驱逐舰的基础上开发的日本百艾力博客级驱逐舰Flighty构型,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下的最新型宙斯队重型防空导弹驱逐舰。 摩耶级的排水量较爱当级增加500吨,标准排水量8200吨,满载排水量10500吨。 第二,该极舰的垂直发射系统有可能达到巡洋舰级别的128弹元,超过中国新潮水的055型驱逐舰的112弹元,可以混装标准。 212,Block 3AB运程防空导弹,标准3B,Block 2A型海舰,缆截导弹,海马雀改进行防空导弹,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等。 除此之外,该极舰上还将部署日本正在试验中的最新型超音速版舰导弹。 这是战斗机携带的Zazom3型超音速空对舰导弹的舰导弹型号。 是日本用来对付航母级别大型水面舰艇,专门研制的超音速反舰导弹。 巡航速度可达到3倍音速,射程150-200千米。 配备有组合式的主动和被动雷达巡地头和TPS指导系统。 摩尼号实际上是亚洲反导能力最强的驱逐舰。 它是亚洲第一艘具有反重远程弹道导弹能力的驱逐舰。 它让日本也加入了动能战斗部俱乐部。 摩尼号让日本成为世界上位二,具有海基班中远程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。 另一个是美国。 另外由于摩尼号具有SIC能力,盘活了日本购买的F-35。 它是亚洲第一艘真正异议,尚能跟隐身战机协同作战的军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继续节节目